主料,面条200克,主量,朝通酱30克,肉末100克,酱油15毫升,姜末10克,白糖8克,盐3克,背筋3克,香葱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先酱肉末用少许的水淀粉,一言拌匀,沿着同一个方向搅打,上筋后腌制15分钟,然后在油锅中放入姜末炒出香味,放入肉末,用铲子快速划散。 直到肉末变色后盛出备用,然后一用余下的油,用中小火加热,将热通酱炒出香味,直到锅中出现红油,放入之前炒好的肉末,放入酱油上海,炒出香味,然后捆倒入精水没过材料为准,加入白糖用中火慢慢煮至汤汁沸腾,然后换成大火将汤汁收感到自己喜欢的浓稠度,最后加入适量味精条类即可。 烹饭技巧,焦通酱在很多大云南土特产的商店能买到,价格不贵,但是味道非常好吃,除了做这个地道的炸酱面之外,还可以利用这个酱料炖鸡,做红烧羊肉,鲜鱼等等菜肴,味道特别好吃。 酱料本身不是很咸,但是盐的添加还是建议放在最后,以免汤汁收干后口感会有变化。 酱油用一般的生抽就可以了,一小勺其香,上海,如果用老抽的话,颜色就会发黑,不好看了。 面条按照一般的煮法,熟透了沥水捞出即可,不需要过水。 在当地,所谓的面麻,也就是搭配猪烫过的挖豆鸟一起吃,没有那么多的花样。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栽培各式蔬菜,这样能更加营养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